华人企要注意了 在美国商标还有专利的有效 或者是这个更新期是各有不同的 那东森热门节目讲量化 这一周就特别请到了 美国的资深律师王松峰 来案例分析到底两者之间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很多华人企业都知道 商标权具有永久性 不过不少民众却不知道 一段时间之后依旧要更新 因此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 本集特别案例说明 商标权是永久的 但是我必须更新 那我第一次更新的时候是第五年 就是我注射的时候 第五年要更新一次 那第十年更新一次 那从第十年算起 每十年要更新一次 至于发明专利有效期有多长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详细说明 发明专利它的有效期是二十年 那它这个是需要更新的 它这个不是renew 它叫maintenance 就是维护 那它维护的话就是说 你要一直付钱它才 它会保持有效 保持有效的二十年 对 那维护的话就是第三年 第七年 第十一年 你要一直要付给政府这些钱 而财富人生单元 美国范园集团创办人 Philip 则要为观众比较说明 退休金与退休年金 如果像pension或终身风 通常好处是可以领一辈子 对 缺点呢 如果走得早了呢 它就不用领了 它就没得领了 对 就没得领了 是没得领了 对 然后你因为是你走了 家人就没有了嘛 那如果是年纪的话 我如果今天真的不信 走得早了 剩下里面还有多少钱 还可以给家人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 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